这些天追了一个十几年前的老剧叫潜伏 这个类型的谍战片以前从来没看过 本来是没什么兴趣 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位演员 底下的字幕说是叫战长 京剧频出 比如说嘴上都是生意 不对 嘴上都是主意 心里全是生意 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会说这种话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形势比较震荡 我们很多人都说 这现在已经是S3赛季开始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很多主意 但是我们看到追根溯源 很多其实确实是生意 我就穿插着说一些光后感 潜伏的背景是1945年到1949年 主体部分在这个时间段上 那就是内战 那么应该说世界的纷争整体是结束了 但是我们国内还没有完全结束 那样的背景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有一些哲学思想是比较像的 比如说主意跟生意 这怎么处理 还有一些哲学思想像 对于我们个体来说 我们对于整个外部的环境 跟当时的个体对于整个外部环境 有很多时候是比较类似的 因为我们是普通人 还有就是两个非常有价值的方向 就是信仰 还有就是情报 这两个方向的价值 其实都是生存之道 这光有情报 光有信息源也不够 你还要有信仰 然后才能够比较安静平静的走下去 那我们先说这个剧里面 有一些人 站长其实有很多地方 三观不太正 从个人主义的角度 从利己主义的角度来说 是比较完美的一个人 但是从更大的层面上来说 还是有很多瑕疵的 比如说很腐败 他贪污了一辆车叫斯蒂庞克 还有一个玉座经佛 这都是他腐败来的 然后有一些人是非常正面的 比如李牙跟廖三明 这都是为了国家 还有佐兰 那这三位都是训国了 都是心里没有什么生意的人 都是主义 虽然说大家的立场各有不同 但是为国家毫无疑问 那么于泽成 那么当然就更是了 作为主人工 也是没有什么瑕疵的一个人 然后还有一位 算是偏反派一点的人物 叫谢洛林 那么他是极端利己主义者 就不把国家的利益 不把自己所在团体的利益 放在高的位置 把自己个人的利益 凌驾于群体 以及整个国家之上 这样就是什么人都可以卖 这只有自己口袋 是真正 是他的信仰 那这就说了 这个谢洛林主要从事的工作 就是买卖情报 这个情报的价值 这个剧里面有一句话 就他可能事关几个人 也有可能事关几百万人的生死 那么这么高阶的情报 谢洛林就是把他当做 这个白菜一样 拿来买卖 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什么样的政治影响 会死多少人 会造成多大的蝴蝶效应 他根本就不管不顾 那不是他要考虑的事情 他要考虑的是 这个情报能 往自己的兜里踹多少钱 这个最重要 当然我们知道 他最后也没好下场 当然那个大层面上的情报 跟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关系 但如果是你炒股票 像最近这些天 我们知道这个市场变得很快 上涨很快 那么你就会感觉到信息很重要 其实信息就是情报的一个小的门类 他只是叫起来 听起来没那么高大上 但他肯定能够为你带来很大的价值 即使我们不说这种 这种交易类型的买卖类型的 即使我们去做个小工打工 那你要货比三家 这个小工280一天 那个小工300块一天 对吧 那300块可能比280的 还要更轻松一点点 还不用风吹日赛 那你肯定是选300的 那你这时候就是300块的 你从哪来呢 这个你觉得也算是情报 也算是非常关键的资讯 你去干活干了两天 事实上他真正的价值 主体部分在哪里 当然这个两天是主要价值 对吧 但是真正获得回报的关键点 跟刚开始那个选择 是非常有很大相关性的 你选择正确了 是怎么来的 是根据准确的信息 跟准确的情报 所以某种意义上讲 我们每个人都是 一个信息的集合体 或者某种小情报的一个结合体 我们要根据这个社会 做出很多的应急反应 说起来很多东西很复杂 很系统性 但是在选择的那一刻 你就是根据之前你收集到的种种情报 包括你身体的情报 你身体是不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 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 所以我们看到推进一个事情 往前走 需要太多太多非常完整的资讯 你才能往最正确的方向 往前只是迈进一步 到下一步的时候 你又得收集最新的信息 根据进展的情况 然后再重新做决定 重新做选择 另外一种生存之道就是信仰 我们看这个片子的竹篮公 余泽成还有他老婆崔兰 包括他前面的这个女朋友 左兰 这都是非常有信仰 都是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 那么其实从对岸的角度 就是李牙 他其实也是有信仰 但是他的那个队伍不纯洁 太腐败了 特别是他的上司 他们的共同上司 是吧这个战场啊那更是个人主义 作为信仰 你看他做情报工作的 在这么激烈斗争的环境下面 他会不知道这余泽成 他的手下可能是对面的人吗 大概率是知道 但是他应该是想要让自己啊 多捞点钱 想要让自己的事情啊腐败的问题啊 不会被南京方面查到 让人隐隐感觉他还在让李牙啊 不要一直追查余泽成 所以呢 他一直把自己个人的享乐啊 是凌驾于组织 乃至于他自己的组织出了问题了 他也就是第一时间想着呢嘛 到广州去啊 开产做生意 到美国去做生意啊 退回到台湾岛去啊 就想着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信仰是什么 就是他自己的钱啊 自己个人的发展 这就说到 他们这些信仰 包括谢洛林 他这些信仰都是有血有漏的 就是跟自己身边最相关的 只有到这个层面上的信仰的时候 在当时那种背景下面啊 他才能够有生存的这种 才能有真正求生的生命力 其他的一些信仰 比如说宗教方面的信仰 有一点太心恶善啊 就太遥远了啊 就没有办法有很强大的生命力 比如说 鬼怪 神魔这些 你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兵书 孙子兵法 2000年了吧 这没几个字 但是呢 自制足迹 里面不会有什么 打不过我就求个神仙 我神魔附体一下 我就撒斗卢兵 我就战胜对方 鬼都知道那是不可能 那是骗人的 对吧 那敌人都杀到眼前了 你这 你跪下求佛啊 你是跪敌人吧 根本就不现实 再说了 就算发动军事行动之前 可能将军有这种 莫名其妙的想法 对吧 你这个士兵就不可能有 或者我们换个角度讲 你在执行情报的时候 或者说做潜伏这一类工作 做谍报人员的时候 你就不可能有这种 不切实际的这种幻想 你只能是什么 从最真切的地方去寻找信仰 从自己身边 哪怕是对得起自己的口袋 对得起自己的个人 当然真正最大的信仰 还是自己的群体 自己的这个国家 这才是真正的 最终最有效力的这个信仰 所以反过来看 我们人其实是在追求一种 或者是最终筛选下来 就是什么样的一种信仰 能够持续的 让这个人这个群体 能够很好的生存下来 具体点说 在潜伏这个剧里面 那国民党就输了 他的信仰就是什么 个人主义 这战长就说了 这蒋家为首的这四大家族 往自己腰包拿了多少钱 这整个国民党的高层 腐败的一塌糊涂 大家都在为自己留后路 完全不考虑 比如说滥发货币 那么随便一个东西 它上面的标价是一百万吧 这物价一天比一天高 然后就用美金 用黄金 拿来做交易的货币 然后我们就看到 国民党里面很多高层 他自己倒是有生命力 你看这个战长 即使在国民党溃败的时候 他仍然什么 还活得比较滋润 虽然偶尔也会调侃 比如他在飞机上 撤退的时候 他说飞机上还要接受指令 但是他还有资格 还有条件能够生存下来 还有资格接受指令 而其他的人呢 他这种个人信仰 就导致他这种集体信仰的溃败 我们往更大点层面说 信仰应该也是随时要进行调整 要跟时代进行交互的 另外呢 他也是有生态链 甚至说也有食物链的 那么谁能够真正最后生存下来 情况他不太好说 我们用现在这个局势分析一下 你像以色列他在中东 就这么持续的几十年的这种扩张 这在虚拟资产的层面上 在全球范围内 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这种强国 但是不能够很好的 跟周围的人相处 不能很好的跟这个世界 的人的价值观 发生一个很好的交融 一个议题 能够被世界一百多国家同时反对 这是非常罕见的 他好的层面是在于凝聚力是可以 用这种犹太教 自己的这种血脉 包括语言 这一类的东西凝聚在一起 但问题是像他提出来 像他赫拉利 这是他们的犹太族的学者 说无用阶级 这种表达就像 美国电影里面灭霸 那个一个响指 就让地球一半的人消灭 这种绝对的利己主义 这种就不是符合更大群体 因为他已经来到人类的层面 他不是在中东求生求存 的情况下 那他可以立即一点 可以理解 但你已经如此之富裕的情况下 还不去从全人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反而要用无用阶级去 往灭霸的方向走 这是非常错误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阿塔 阿巴安塔利班 包括这个什叶派 我们看到伊朗这边 那么他们的这个宗教 邻居力也很强 从宗教角度来讲是这样 但是这到战争的阶段的时候 比如到情报的阶段的时候 那你到情报这个阶段 那你找宗教能用吗 那很多人还不是被收买的 当然现在我们说伊朗 有反抗的这个动作 说明什么 你要回到真正的层面上来 什么是真正的信仰 为自己求生求存 为自己的族群很好的繁衍 而不是说仅仅是说依靠一个其他方面的力量 纯宗教上的力量 那个很容易被破解 你纯宗教的 那为什么之前很多情报肯定是泄露了 对不对 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牢不可破的信仰 那你这个信仰 你就要被其他的人攻击 虽然说伊朗可能武器装备很多方面 乃至于情报收集有跟西方有代差 但是人主动出卖情报这一点 可能才是这一连串情报泄露的主要层面 而不仅仅是技术上 包括战争层面上也是 他的武器装备事实上现在跟以色列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所以说他也要做出适当的调整 要总结一下 你信仰什么呢 以色列你信仰什么 你要信仰你自己是绝对的天选之志 这个方向就不合适 你既然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志 就应该为天下苍生八十亿人考虑 那么伊朗也是往什叶派方向走没有问题 那么你面临其他族群竞争的时候 有没有人会出卖情报 如果有说明你的信仰是被人攻破了 就是这么回事 当然我们看美国 美国问题就更严重 美国问题就跟我们刚才说的战争是一样的 美国有无数个战争 来自世界各地的战争 精明的要命啊 极端的个人主义 极端的精 精自利己主义 那么美国本来很好的 很强大的 被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让我想起战争在后面几集的时候 一会儿说长春失守 一会儿又是沈阳失守 再过一会儿天津要没了 再过一会儿这个长江一辈都丢了 现在美国这种情况 如果他们都不考虑美国作为一个集体的利益 都只考虑自己家族自己公司 自己这个小团体的利益的话 那么不好意思 这种新自由主义 正在一块桩一块桩的往下掉 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溃败 它不是美国本土 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家族 在美国这个土地上 一片一片 一片桩一片瓦的开始往下掉 回归 他们所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权势 从美国一片一片回归到各自的土地上 那我们再从这个信仰 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信仰是有生态链的 有食物链 那么最主要的部分 美国如果不动的话 其他的很难变 美国这里一片一片往下掉 其他底下的就全部都会重新构建 大家的信仰都要重新洗牌 那么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溃败 体系的摊塌 应该讲新的这种信仰 就会不断的崛起 那么就要看生命力 说到这个新自由主义 我们再想起刚开始 这个藏长说那句话 嘴上啊 美国这都是什么 民主啊 自由啊 这些平等啊 但是心里啊 都是生意 这全球的这个霸权 咱们就不说了 美国自己那内部那些家族的多有钱啊 这些年贫富差距都有多大呀 还在用原来那一套东西包装 那么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口 就根据联合国的数据 超过百分之十八亿以上的人口处在一个饥饿的这种状态 二十亿人是处在一个比较贫困 非常贫困的状态 他们的生命质量甚至跟一百年前的人差不了太多 那么 这些美国的顶层富豪们 从这最贫穷的二十亿国家拿走了多少资源 这些问题有没有拿出来说到说到 所以我们聊到这 社会主义啊 追求更公平更合理的利益分配 这才是未来世界的秩序 我觉得我们是有生命力的 当然有很多地方 特别是跟美国合作的一小部分的地方 特别是往这个新自由主义方向 跟美国过度合作的很多方向 要进行修正 然后能够带领全球回到一个更加合理的分配方式 这种信仰才是全球最多的普通人 能够真切的感受到 这是能够让自己更好的生存下来的 信仰是拿来干什么的 信仰当然就是拿来维护自己生存的 照顾最多的人 维护最多人的生存 好 这个片段我们聊到这 今天我们聊聊